發展 你的這個路應該怎麼個走法 這是我們大家都不可避免的一個事情 那麼我想 因為我出來的這個已經有二十幾年了 我想我應該在十年十五年前考慮的問題吧 也許是很多朋友今天在考慮的問題 所以我就把這個公司的從創立一步一步 我認為對大家有價值的東西 我就把它理得出來 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麼首先我介紹我自己 下面這個 在上 中間那個 我是1985年到法國去留學的 然後88年得到了法國南西第一大學生物學博士學位 得到學位以後呢 我就來到了加拿大 在魁北克的拉瓦爾大學做了一年多的博士後 當時我們出國 和大家這個 想法不同 因為我們那時候出來了 就抱著一個 努力搞好的科學研究 也回去來 做一個所謂的科學家 這樣的想法 那麼你說去 經商啊 下海啊 掙錢啊 我們根本就沒有這種想法 所以一直就是說 不管你是平時還是周末啊 等等啊 都是在這個實驗室裡待的 和大家不同 因為當時國內的改革開放人生初期 現在 我接觸很多的人啊 他們一出來 就想到如何掙錢 這個和我們就大不相同了 這也是一個這個 時代的一個 一個進步吧 我認識很多 這個朋友啊 他們出來 貸了這個 十萬 二十萬美金 然後下危機 第二天第三天就在房子 然後買一棟樓 過一兩年 把它賣了 挣個幾十萬 這種朋友太多了 和我們當時的想法不同 所以我 確實從心意來講啊 我是很羨慕 你們這一代人的 不管他時間已經過了 現在追也追不回來 那麼 在我做 我 講句實在話 我做學問是做得比較好的 當時做博士的時候 做博士後的時候 我在這個國際的這個知名雜誌上 發表了很多文章 應該是 做得很不錯 但是我當時我就有個感覺 我發表文章嘛 我自己倒是挺欣賞啊 然後看了這個幾天以後 我就放到文件櫃裡面去了 再也 再也不想再看它了 我就覺得這裡面有問題 應該我就想 是不是到社會上去 看看 然後把自己學的東西 能夠轉變為生產力 這樣呢 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就在我們那個 拉花大學的研究中心裡面 我就發現一個小小的廣告 就是一般 我們一般的性子 用黑白打印出來的 就是一個 魁北克的一個生物技術公司 要召一個研究員 我說 召一個微生物的研究員 我說我是學微生物的 我可以去試試看 就抱著這種心理呢 我就去試了一下 當時這個 去面談嘛 是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五當時我進去了 就見了兩個老闆 還見了一個女孩 在這個打擊裡面亂竄 當時我自己來講 我是一點都沒有 感覺啊 沒有把握 這個interview到底是怎麼個做法 我反正就憑著我的感覺 我就亂回答問題了 那個老闆也很簡單 就說 我們現在公司 當時他的公司做了一個環保的 就是生物來處理這種石油污染 他說那個 我其他我東西我就不想問了 我就想問你一個問題 那麼 我這個土被污染了 你怎麼用細菌 把我這個污染去掉 當時我一點不懂環保 我一點不懂 我就想 但是 但是畢竟讀過這麼多年說嘛 我就想如果細菌要分解這個污染物的話 必須細菌要產生一種煤 然後這個煤來把這個污染物分解 我說這個肯定要我們要篩選一種菌株 能夠分解 能夠分閉這種 分解煤 那我說這種方法行 老闆說你也不錯啊 這想法不錯 他說好好的 他說你先回去 然後呢我就回去了 回去了他就給我這個老闆打個電話 打電話我老闆講我一通好話了 然後他接著就給我打電話回來了